终于来了 等等咱们憋了这么长时间 Intel发布了第12代酷瑞处理器 AMD也马上要出6000系锐楼处理器了 NVIDIA更新了GeForce RTX 3080Ti和3070Ti笔记本电脑GPU 新游戏本终于发布了 唉 有活干了 接下去是咱们游戏玩家关心的配置 NVIDIA这次发布了几款全新的笔记本电脑GPU 包括GeForce RTX 3080Ti、70Ti以及RTX2050、MX570、550 还有RTX3060笔记本电脑GPU也增加了10W功耗 达到了最高140W 虽然这个40系要得到明年 但是2022年的笔记本电脑GPU 这条产品线还是有调整的 那么在游戏本领域 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GeForce RTX 3080Ti和3070Ti笔记本电脑GPU了 手披打在它们的新品有哪些呢 今天我们一次性拿到了7台新品的游戏本 它们首发搭载了GeForce RTX 3080Ti和70Ti的笔记本电脑GPU 这些个电脑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 今天我们就来前瞻体验一下吧 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些游戏本都是我在首发前就拿到的工程样级 所以说这7台里面可能只有两台表现比较接近量产版 首先是高预算玩家比较喜欢的Alienware M15 R7 可以看到这个第7代的M15整体设计风格和之前的几代是一样的 机身后侧设计了环形的RGB灯带 延续了新一代的设计语言 整个机身看上去很薄 再加上外星人的发光logo高端范儿还是很足利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给我的M15 R7定制了机械键盘 手感比我们之前测评的M15 R5明显好很多 不仅键程长 按下去的感觉也更紧实 同时键帽稳定性很好 配置的话我们这台是i7-12700H处理器 拥有6个性能核再加上8个能效核 总共14核心20线程 配有32GB DD254-800MHz内存 两块1TB的固态硬盘 以及1080P分辨率360Hz刷新率的电竞屏 标称300nit亮度 GPU方面 这台电脑采用了GeForce RTX 3070Ti笔记本电脑GPU 140W功耗 包含全速模式下的15W性能浮动 同时搭载了第四代MXQ技术 说句心理话 去年NVIDIA对于MaxQ的宣传是很低调的 实际上像ROG的幻13 雷蛇的零日14 这些都采用了第三代MXQ技术 可谓是润物系无声 那么这个第四代MXQ技术是什么呢 有什么用呢 以及和所谓的第三代相比 第四代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这次我请了英伟达的GPU高级产品经理王兴来解答这两个问题 并且为了使答案不复杂 让普通消费者也能听懂 所以说我限定王兴一个问题回答15秒 挑战开始 好的 让我们回到机器本身 Alienware M15R7的主板是倒装的 所以说拆机必须把主板和散热整个写下来 内部构造和之前变化不大 四热管双风扇的组合一共有四个出风口 其中后侧的鳍片体积更大一些 主板的左右两侧是M.2硬盘位 下方是86Wh的电池 总结一下吧 这台Alienware M15R7主要的卖点还是在于核心升级 而且相对于X系列 M系列如今在外星人的阵营里是负责跑量的 所以说针对这台电脑 它更适合那些喜欢Alienware品牌的有钱人选购 同时M15的厚度处理得不错 特别是侧边设计看上去的很薄 整体很高级 一看就知道很贵 另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建议选配机械键盘这个手感是真的不错 这下一台是我们的老伙计了 红旗掠斗者刀锋500SE 还记得去年发视频的时候 刀锋500SE还有一个大大的logo 如今可能是为了再低调一点 这个logo已经是小的都快看不见了 比一元硬币还小 所以说别看它是游戏本 实际设计的很内敛商务 打开电脑 屏幕是一块16英寸 2560×1600分辨率 100% DCI-P3广色域的电竞屏 240Hz刷新率 16比10比例 500nit亮度 这规格不说啥了 已经拉到顶了 键盘这部分布局还是没变化 方向键是全高的 键帽偏小 没有数字小键盘 开机键在右上角 触控板的面积增大了一点 位置也挪到了中间 这是一个细节上的改变 这次刀锋500 SE的配置拉到了顶级 i9-129000H处理器 14核20线程 PL1功耗能够到达最高100W 32GB的内存 一共2TB的PCIe 4.0固态硬盘 还采用了99.98W的电池 GPU方面 我手上的这台采用了 GeForce RTX 3080TiB基本电脑GPU 16GB显存 115W功耗 支持独显之连 看到这个115W的TGP 以及最爆19.9mm的机身 我们就能猜到这肯定也是一台 搭载第四代Max-Q技术的游戏本 之前一年来 我借出了几十代Max-Q的笔记本 发现一个规律 99%的Max-Q笔记本 价格都不便宜 大多数都要上万 像这款我估计没个两三万拿不下来 所以我想请NVIDIA GPU高级产品经理王鑫来回答一下 这个Max-Q是不是个高端技术呢 就是用来走那种高大商路线呢 以及那些支持Max-Q技术的笔记本电脑GPU 是否成本更高呢 Max-Q技术最大的意义在于 提供给消费者一个选择的权利 在Max-Q技术出来之前 您或者只能选后动的洗补板 或者只能选 这个图形能力插条人意的轻薄型产品 OK 那我们回到刀锋YSE 这台电脑的内部设计和之前一样 简而言之就是老到装住完了 进步的地方主要是细节 例如上一代装了一个3D刀锋素冷金属风扇 这次增加到了两个 然后呢这次的CPU采用了液态金属导热 效率肯定会比硅脂更高啊 不过呢实测还是得再等一段时间 这台是工程样机 没有办法做测试 阅读者刀锋500 SE是一台金属颗的薄型笔记本 上一代就特别低调啊 这次呢设计的更加上午饭了 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炫护沙马特的造型 但是呢同时又享用游戏性能 那么这类薄型游戏本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说前面两款游戏本是微调 那么这台机械革命矿式就是一款全新设计的游戏本了 还记得我上一次看到水冷是5年前啊 是ROG的GX800 现在5年过去了 我们终于又一次看到水冷游戏本了 这个冷排是独立在外面的 通过水管连接 水通过顶部这个口灌进去 这个口有点小啊 直接对屏吹不是很方便 所以说咱们拿了一个针筒注射器 把蒸馏水倒进去 有了这个水冷模块之后 游戏本通电就得通过这个冷排了 先将电源插入冷排 然后呢再把冷排的电源线插入游戏本 形成一个串联 然后再按下冷排顶部的电源 和电脑本身的电源 整个系统就正式开始工作了 这个电脑本身呢还是机械革命的风格啊 比较…… 呃……机器 一台17.3英寸的游戏本 键盘布局也没啥问题 手感呢中规中矩 就是这个触控板 这也太……大了吧 和去年的Titan Plus一个尺寸啊 这应该是Windows阵营里最大的触控板了 但是面积虽大 手感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机械革命矿式的配置 应该是典型的次旗舰游戏本 i7-12700H处理器 14核20线程 32GB DDR5-4800Hz内存 1TB固态硬盘 17.3英寸2.5K电竞屏 还有RTX3070Ti笔记本电脑GPU 最高TGP150W 是由125W的基础功耗 再加上25W的Dynamic Boost组成 其实从RTX20系开始 Dynamic Boost的技术就出现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游戏显卡开始追求满功耗版 那么这个技术到底有什么用呢? 还是请NVIDIA的GPU高级产品经理王兴来回答一下 依旧是15秒 水冷机最有意思的当然是内部设计了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 说白了就是用大片游戏本的模具 上面贴了一根走水的管子 可别小看这根水管 外面是一个120毫米的冷排 目前测下来 它能提供80加150W的性能释放 讲真 像这种插管子的水冷方案 之前我只在淘宝DIY上见过 这算是官方逼死同仁吗? 针对这类不常见的机器 试用人群其实很简单 就是那些喜欢尝鲜的硬件玩家 可能你已经把玩过很多电脑了 轻薄游戏本 傻大黑素的后专本都玩过了 那接下去玩啥呢? 水冷够新鲜 然后是ROG 今年ROG新品阵容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 痛改前非 虽然这个外观只是微调 但是性能释放增强了许多 同时还集成了双显三摩功能 集成了之前趋势的独显直连技术 电剑游戏性能重回第一梯队 这次枪神6的整体风格没变 主要是一些细节值得关注 比如说这个A面的败家之眼logo 亮灯方式变了 换成了RGB描边形式 同时左下角还采用了一根灯带 投射到了C面上增加了游戏氛围 然后这个C面是一般透明的设计 探索版 键盘我想吐槽一下 专业游戏本应该上全高方向键了 半高方向键玩某些游戏就不太方便 其他就没什么好多讲的了 哦 还有个屁股可以玩 这个地方可以更换设计风格 比如我可以把它换成半透明的风格 还可以换成银灰或者深灰色 这也是可以展示个性的地方 这次枪神6的配置也是提升到了 枪神系列允许范围内的顶级 再网上本你懂的呀 冰刃要没面子的呀 i9-12900H 14核心二色线程 16GB DD25 4800MHz内存 1TB固态硬盘 15.6英寸 2.5K 240Hz广色语屏 再配上GeForce RTX 3070Ti笔记本电脑GPU 妥妥的刺激见机 不仅支持光线追踪 还有DLSS 2.3技术 玩3N游戏应该对DLSS很熟悉了 简单来说 它可以先渲染低分辨率的游戏画面 再通过AI计算脑补出更精细的分辨率 理想状态下 它不仅能够提升游戏帧数 还能增强游戏画质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DLSS都发展到2.3了 和之前相比又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还是请NVIDIA的GPU高级产品经理王兴来回答一下 依旧是15秒倒计师 开始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枪神6》的内部结构 这次我认为 最大的变化不是什么散热设计啥的 而是这个主板颜色 说好的红色呢 老传统居然改了 除此之外 CPU这次采用了液态金属导热 所以说性能释放还是很高们低 我心目中的《枪神6》 只要把性能做好 RGB做足 那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所以说适合买它的人也很简单 就是那些对于游戏性能要求较高 同时喜欢炫酷RGB风格的玩家 这台电脑一骨子夜电风 说真的 放夜电力给DJ用也绝对没有违和感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一款 看上去比较传统的游戏本了 微星G1166 外观相比上一代没什么变化 主要亮点还是前侧这一根氛围灯带 光线比较柔和 看上去也很高级 配置的话 我手里的这款是i912900HK GeForce RTX 3080Ti笔记本电脑GPU 32GB DDR5内存 2TB固态硬盘 以及2.5K240Hz的电竞屏 自从GT推出历史舞台之后 GE就成为了微星旗舰级游戏本了 所以说配置必须顶 看看内部设计吧 依旧还是熟悉的味道 总的来说G166这台电脑还是老样子 具体有多强力还是得看正式版的评测 如果你比较喜欢微星的GE系列 其实我更愿意推荐G176或者GP76 它们俩尺寸大了一圈 散热强了不止一圈 再加上微星本来就可玩性很高的BIOS设计 能让硬件玩家更舒服一波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懂了 其实这套水冷方案是公开的 所以说这种神奇的设计也开始成为了一个方向了 不仅是一个品牌认可了这种方式 外观方面 机械师的星辰A面要内敛不少 斜切的设计融合了两种工艺 打开屏幕同样能看到一块超大的触控板 是典型的大屏幕游戏本的设计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外置冷排 灌好蒸馏水之后 接上水管散热能力就会暴增 配置方面 机械师星辰时期搭载了I7-12700H处理器 14核心20线程 还有GeForce RTX 3070 Ti笔记本电脑GPU 功耗实测下来能够达到150W 其中包括125W的基础功耗 再加上25W的Dynamic Boost 内存是32GB都是D5了 机械师也不例外 固态是1TB的PM9A1 以及一块17.3英寸2.5K的240Hz电竞屏 水冷机的内部结构很简单 就是传统的游戏本的设计 上面再覆盖了一根水管 负责带走核心散发出来的热量 从外观设计来说 机械师星辰要更加低调一些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设计 同时想体验新奇的水冷玩法 那么这台电脑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是我们这次最后一台游戏本 暗黑MacBook 雷蛇凌刃时期 整体设计风格没变 A面的绿蛇logo还是老样子 CNC一体成型工艺依旧很精致 这次雷蛇把键盘给更新了 手感说实话比上一代强了 但是横向比较依旧是一般水平 而且这个方向键设计 玩游戏太不方便了 其实雷蛇这台电脑看上去很纤薄精致 但实际上是一台很重的17英寸游戏本 搭载了i7-U2800H处理器 14核20线程 GeForce RTX 3080Ti笔记本内容的GPU 这次要着重提一下 功耗相比上一代增强了许多 TGP达到了165W 包含150W的基础功耗和15W的Dynamic Boost 然后还有32GB的DT25内存 1TB的固态硬盘 17.3英寸的2.5K 240Hz广色域屏 妥妥的顶配 看一下内部结构 依旧是一大块黑色的均热板 去年是4个风扇 两大两小 这次换成了三风扇 两大一小 这个风扇省出来的空间给到了电池 容量增加到了82W 目前这台电脑的情况呢 说实话 我们测的感觉还是不太理想 特别是CPU部分没有调好 所以说雷蛇也不打算这么快上市 我们会一边帮雷蛇debug 一边持续测试 再探再爆 我估摸着等到3月 他们可能就会正式上市 那个时候的性能表现 应该就能比较理想了 好了 那这次首批的新品游戏本分享 就到此为止了 需要再次声明一下 我手头的这些个电脑都是功成样级 散热和性能释放可能与正式版有些区别 让我们一起期待后续正式测评的表现吧 这里是比划评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再见吧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